悲艳清零 可作掌上舞 何德媚骨天成 只一双玉卒 就让人爱不释手 姐妹俩共事一呼 毫不想眼 今天 托之君就来聊聊这位镜像欺人之福 最后累死在温柔乡的男主角 汉成帝刘傲 公元前33年 20岁的太子刘傲顺利即位 视为汉成帝 刘傲这人会享受首当其冲的要属他的开放 西汉名臣张安氏 有一个曾孙 名叫张芳 这个张芳长得那叫水亮 皮皮嫩肉 典型的小鲜肉 而且还是一个世袭的护平侯 当时刘傲对张芳那叫一个喜欢 两个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眼都年不在一起 形影不离啊 后来身为皇太后王正军 实在看不下去 随便找了个罪名 把张芳给留发了 按说太后已经出手 荒唐的刘傲总该收敛一点吧 可是你猜怎么着 这个刘傲不仅不思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在荒唐之路上 在这油门越跑越远 虽然男宠被放逐了 可是他依然不群心怀 活在那叫一个子瑞 公元前二零年的一天 刘傲闲来无事 跑到杨和公主府上去找乐子 对于这个皇上的口味 杨和公主当然一清二楚 看到他来 此事求之不得呀 于是立马就献上了 他早就精心准备了大人 歌姬赵飞燕 话说这赵飞燕啊 可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爵士美女 但赵飞燕其实不叫赵飞燕 原名叫赵姨主 因为他的武姿轻盈 身轻如燕 所以人称赵飞燕 他的身体轻到了什么长度呢 据说能做掌上务 相传 汉成帝曾经为赵飞燕打造了一个水晶盘 让工人手托着盘子 然后让赵飞燕站在水晶盘上 竟然还可以潇洒气馍 这么轻盈 有如此迷人的美女 好色的汉成帝当然不能错过 他甚至连刻的花都没说 就把赵飞燕带回了宫 这赵飞燕可不是一般的美女 入宫后他想得到专宠 可是他发现 宫里除了许皇后还有一个女人 他搞不定 这人是谁呢 就是班淑于 班淑于是个美人陪子 他还是汉书的作者 班固的祖姑母 而且是那种伯通文史 真正有档次的大美女 这让赵飞燕很闹心呢 然而更让他窝火的是 这个班结瑜好像还很瞧不起他 因为他是歌姬出身 身份低微 怎么才能打败宫中的这些竞争对手呢 赵飞燕想到了一个人 这人就是他的孪生妹妹赵和德 为了巩固地位 赵飞燕把妹妹献给了汉乘帝 这里要说一声 这个赵和德不够美 更关键的是他还妹 声调完准 是一个天生比赵飞燕 还能够魅惑人的游物 史书上记载 地肠骚裂 触血得及 因怀弱不能重访 那意思是说 汉乘帝因为有一次早上冒血打裂 受了风寒 身体方面出了问题 但是美池朝夷族 不省治愈 折爆气 也就是说 每当他把玩朝夷 赵和德的脚时 就变得亢奋不已 这一下 汉乘帝真的就玩完了 有了赵氏两姐妹 轮流成花 夜夜消化 原先宠爱的许皇后 班杰鱼 全部被他丢到了九霄云外 但赵氏姐妹的算盘 并没有就此打扰 尤其是赵飞燕 他想象得更高的位置迈进 可问题就是 许皇后虽然失丑 但本身没有过错 不能平白无故地 把皇后废顶 于是赵飞燕只能静待时机 不承想 还真让他等到了 据史料记载 当时连续三年出现了日食 这种现象 古人称之为阴盛 不是一个号召 古人相信 这是后宫里 有地位的女人 施德才导致 谁施德呢 有人举报说 备受冷落的许皇后 用乌骨之术 诅咒车骑将军 王阴施德了 就这么一句话 回晕到汉城地 想到不想 就分了发起许皇后 然后立了赵飞燕 为第二任王 他的妹妹赵和德 也被进封为赵仪 在后宫除了 皇太后王正军外 这赵氏姐妹俩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此后十年 赵氏姐妹 受尽刘傲的恩宠 享尽了荣华富贵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他们慢慢发现 一个致命的危险 正在向他们逼近 怎么危险呢 想想太后王正军 就知道 仅凭一夜宠幸 王正军便稳坐 后宫之手几十年 为什么 因为生了嫡长子 可是赵氏姐妹俩呢 十多年下来 肚子一直没冻去 而一旦别的妃嫔 生下皇子 那日后他俩的地位 肯定不保 怎么办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这赵氏姐妹 在皇宫里边 竟然上演了 血型的一幕 当时有一个叫 曹伟能的女官 由幸得到了 刘傲的宠幸 怀孕了 赵和德知道后 竟然假穿圣旨 毒死了曹妃 后来刘傲知道了 可是这个家伙 居然无动于衷 可见 刘傲已经彻底 被赵氏姐妹 被迷昏了头 那么赵氏姐妹 为什么受尽恩宠 却不能怀孕呢 据说这都是一种叫做 西极丸的药丸 搞得贵 这种药丸 由射香 高丽参 鹿绒等 名贵药材制成 放在肚脐眼里 慢慢吸收 可以使人保持 肌肤的白皙较嫩 赵氏姐妹 之所以皮肤好 长得美 就是因为常年 使用这个药丸 据说拿破仑的 第一任皇后 约瑟芬听闻后 也曾以火锣化瓢的 在梳妆室放摄像 但拿破仑对皮毛过敏 闻得浑身发痒 话说回来 这个药丸还有个副作 就是会导致女人不孕 可是这个 刘奥根本不在乎 整天在后宫夜夜声歌 公元前七年三月的某天 刘奥夜索未阳宫 与赵赫德又是一夜快活 没有想到 第二天早上起床 头云目眩 一下子倒在了赵赫德怀路 自在了温柔乡 因为刘奥的突然驾崩 慌恐不安的赵赫德 很快就自查 而不甘命运驱使的赵飞燕 千方百计被自己找出 可是 他哪里逃得过 已经是皇太后的王正军 来秋后算账 最后 赵飞燕只好自尽而亡 正直壮年的刘奥 就这样与他的美人们 结束了荒唐的一生 大家对汉成帝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 评论区讨论 最后 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 父之君 与你下期再见